各位男生 大家好 我是蔡美娟 欢迎收看今天五位14号的南岛新闻 第三 秀林里大欧第六六 当国以来都无控暗门 人民出集是危险又无方便 所以管理人在官议官创举作与国随风 以及管理团队的北斗志下 特别建议会较了解状况 管理人也答应会要求 有港部处创丁来设计发报 希望可以在日带完工 让農民有一条方便刺激的商业道路 为了第三顶秀林里大欧帝的龙鹿 因为等级以来都没有死做農民 只要落大河 農民就会被做漏刮环 不但造成農民处理文殊不变也很危险 因此管理人们在官议院创举作 够随风的波动之下 台北斗志下回抗来了解释杰总控 希望能来创丁改善 这条龙鹿 大家看 这龙鹿没空是要走 所以我们这龙鹿不是很辛苦 管理人不可以来看一看 这龙鹿还要稳输出来就很快稳输 像这个土米狗 漏洞 土米狗就走起来 车身没法就允丁了 替释杰回抗 了解总控医疗 管理人妈妈上支持上官团来创丁改善 将会报出55万的经费来收件 以及终于在今年台湾港 希望能够给农民有一个方便 处理的森业道路 管理人们今天要来看 我们农组部的农民的文书 非常不方便 但是下落的时候 就都可以抗讨 今天我们管理人们很用心很关心 要来看大鹿的这条路 真的年轻不堪 非常感谢管理人们第一时间 即使我们工部屋 一定要在今年来完成 中等将近230米 要来改善做这个水泥路面 在这里新的在地民意代表 非常感谢任正管理人们的团队 所以今天管理人们来看 这就要来做 做好我们这些农民 大家出事比较好走 所以我们一定这条路 大约将近要开到55万 因为这农民的需要 我们就要进来做好好走 让我们这些农组运出 不要顺害我们这些水果 甚至要运出 叫做农海贯 港部屋标识 这条农路 大概有230公斤 需要收件 关乎将对官民心话 以及农组文书上官的港町 马龙上东东西 一定会来趕快改善 保重农民的处理安全 去这条农村 参与不得